老闆來換帥氣的兔子頭 你是剛往路來的嗎 對啊 年輕習男一走進髮廊 指定要剪韓國瑜的招牌兔子頭 髮型是一道道俐落的 將習男的頭髮剃光 不一會兒習男瞬間變成光頭 這位是老闆剪的第203顆兔子頭 還有這位兔頭阿伯的髮型 怎麼那麼炫 仔細一看 後腦勺是由紅色 藍色 白色 所組成的韓國國旗 頭頂一個大大紅色愛心裡頭 是英文字母KHC高雄市 又是韓西 又是高雄 很明顯的就是標準的超級韓粉 你是第幾位剪頭髮的 第90位 然後你要說什麼 我們韓國瑜市長趕快來剪 為了響應25號的市長就職典禮 髮廊老闆發起免費剪兔子頭的活動 原本只有一百位 沒想到大家卻這麼熱烈響應 因為我常常看到有些人 就提供免費的雞排 免費的八色粉 可是為什麼沒有人用免費的頭髮 我想說ID有沒有 靈光一現 就來發動一個免費剪兔子頭 韓國瑜人氣紅不浪 就連髮型也帶動流行 想必就職典禮那天 場面一定很壯觀 記者 陳生意 黃玉涵 高雄報導 吃 Merkel的頭大的 然後